全世界身体部位最长的人 第一名更是男人看了低头女人看了崇拜的对象 大千世界无奇不犹 这世界上大部分的人身体比例都很正常 但是总有几个比较特殊的人 让你看一眼会忍不住的想再多看一眼 你见过腿长两米的人吗 你想知道如果被他一步小心坐下去是什么样的体验吗 你想知道胸前有两个大西瓜是什么样的感觉吗 接下来将带各位老板看看 全世界身体部位最长的人都有哪些 记得点赞订阅老王看世界 让你探索更多充满未知的神奇世界 第十名脖子最长的人 这里的女人脖子普遍都很长 泰国北部长颈族的女孩自五岁起 就要带起重于一千克的铜圈 随着年月递增 为了漂亮实在令人瞠目 长颈族人以脖子长为美 孩子从五至六岁起就在脖子上套铜圈 一年一个铜圈使脖子拉长 最长颈者脖子达70厘米 铜圈下的颈部据说是连丈夫都看不得的绝对境地 洗澡时通常会叫上几个好姐妹 一起用祖传的草药泡水搓洗 而面对炎炎夏日时 他们甚至要躲到河里去给铜圈降温 长颈族女人最多可以带25只铜像圈 重量在五公斤到十公斤之间 这些铜像圈可以借助锁骨的支撑来拉长脖子 直到女孩长到青春期 身体完全定型为止 长颈族人莫波说 最苦的就是天热的时候 铜圈热的烫人 这种时候他们只有到河水里泡一泡 才能给铜圈降温 假如不这样做 即使天气凉快下来 被阳光烤热的铜圈 仍会把一阵阵热浪传到全身 在铜圈的压迫作用下 长颈族女的颈部看上去日渐变长 实际上 长颈族女的颈部长度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两样 而是她们的锁骨和肩骨 因为铜圈的压迫而下线 一旦带上铜圈 这些女性就等于一辈子上了枷锁 很多网友都表示不可思议 老王只能说 每个地方都有她的文化习俗 尊重她们的习俗文化才是真的 第九名 舌头最长的人 美国有一个女性 拥有世界上最长的舌头 她的舌头长度达到了13.16厘米 的确是非常少见 这位世界上第一长舌头的人叫路易斯 他来自美国 在他18岁的时候 路易斯因为能将舌头伸出13.16厘米 被称为世界上舌头最长的人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长舌头 而不是我们生活中所说的长舌腹 路易斯称他的舌头 从小就比常人的舌头要长许多 没事的时候 他就喜欢扯自己的舌头玩耍 久而久之 自己的舌头就变成这么长了 随着路易斯的不断尝试 拥有的长舌头可以帮他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比如说做各种搞怪的动作 在他的不断探索之下 他的长舌头可以舔鼻子 甚至还能舔到眼角 是不是令人瞠目结舌 当他破了世界纪录之后 他的人生也发生了改变 突然走红的他 成了许多广告公司邀请的对象 不仅如此 也为他的长舌头他找到了一位帅气的男朋友 真是让人羡慕不已 第八名 嘴巴最大的人 这个人一张血本大口 就让人惊心肉跳 据报道 现年29岁的弗朗西斯科多明哥乔吉姆 是安格拉共和国桑比赞加诗人 他天生长有一张像橡胶一样 富有弹性的大嘴巴 当弗朗西斯科用双手扯开他的大嘴巴时 他嘴巴的宽度竟然长达惊人的17厘米 能够轻易地将整个罐装可乐 放进嘴巴里 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富朗西斯科因此被人称作为 安格拉恐怖之恶 在2010年时 富朗西斯科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可 被吉尼斯正式宣布为 拥有世界上最宽大嘴巴的人 富朗西斯科这之前 曾经在安格拉首都罗安达市的街头表演 他的大嘴突兀本领 他的血盆大口 顿时使他成为了安格拉的名人 出名后的富朗西斯科 还受邀参加了多家电视台的娱乐节目 当着观众的面 在一分钟内 接连表演了14次口吞可乐观的绝火 让主持人和观众看得心惊肉跳 第七名 鼻子最长的人 这是一条19厘米长的鼻子 而他的主人 是18世纪英国约克郡的真实人物 托马斯维德斯 他出生于1930年 鼻子在他16岁的时候开始快速生长 直到他31岁时达到了最长的长度 一开始他突然变长的鼻子给他的生活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因为鼻子太长总是引人注目 经常被大家嘲笑 为此他也换过很多工作 而过长的鼻子也让他经常出现呼吸困难和头痛 令他十分苦恼 不过幸运的是 他特别突出的鼻子被加马戏团看重 并且受邀加入了马戏团进行了全国巡回表演 他的大长鼻子迅速闻名了整个18世纪的英国 各大报纸和杂志也争相报道 为此给他带来了名气和不菲的收入 可惜他在36岁时就去世了 他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鼻子 至今研究人员也没研究出原因 后来他的鼻子被认证为吉尼斯世界纪录 至今都无人打破 头像也被做成蜡像放在博物馆里 第六名 身高最高的人 这是世界上最高的人 他是来自土耳其的马尔丁 他的身高达到了2.46米 这个人名叫苏丹克森 1983年出生于土耳其东部的城市马尔丁 克森有三个兄弟和一个妹妹 但是他们的身高都很正常 而克森以前也是一个身高正常的孩子 直到十岁时 家里人发现他的身高和他的年龄完全不符合 当同龄人身高1.2米的时候 克森已经1.8米了 还总是受到别人的绩效 经过检查 医生发现他的体内有一颗肿瘤 这让他患上了巨人症 随后 克森的身高也是一路飙升 并没有任何停止生长的迹象 直到2008年 克森通过手术成功摘除了肿瘤 这才让他终于停止了长高 不过这时的克森身高已经达到2.46米 连走路都需要一根拐杖辅助 相信绝大多数男性都喜欢乳房大的女性 所以很多女性都希望拥有一对巨大的胸气 那么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有多大吗 住在弗吉尼亚州的艾米 拥有世界最大的乳房 两胸加起来足足重80斤 这个重量相当于一个10岁孩子的体重了 她的日常生活让人难以想象 因为这就意味着 她每天都要背着一个10岁大的孩子来行走 可想而知是有多累了 更让人惊讶的是 她的居然是天然形成的 因此她从小就受到这身材的折磨 这是由乳腺脂肪增生造成的脂 开始她在三年级就得穿内衣 这也让她从小就受尽同学们的异样目光 并且还饱受校园暴力的折磨 尽管在生活上遇到种种不变 诸如肩部和背部的不是等 但Annie从未有过动刀剪辱的想法 另外靠着这也的身材 如今她靠拍各种电影来谋生 看到这里 老王不禁想问各位老司机 你喜欢这样的身材女生吗 第四名 头发最长的人 世界上头发最长的女子 她已经40多年没有剪过头发 头发长达16.7米 网友调侃 这得用多少洗发露 这位女子名叫阿萨曼德拉 她从小就喜欢留长头发 父母也表示支持 于是她决定要成为世界上头发最长的人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她开始留长发 随着时间的增长 头发也是越来越长 编的姑娘最多也是长发及腰 而阿萨曼德拉的头发都已经脱地了 由于头发过重 脖子无法长时间的承受 阿萨曼德拉只好将头发背在腰上 你要是在街头看见头发缠腰的女子 不用怀疑 那一定是阿萨曼德拉本人 她也凭借自己的头发 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相信有人看到这里会好奇 她是如何洗头的 她每次洗头都会选择晴天 方便快速晾干 由于头发过长 洗头确实变得很麻烦 平均洗一次头发 需要耗费五个小时的时间 普通的洗发露 也要用掉五瓶以上 由于头发过长 洗完后还要用浴巾来擦干 虽然每次洗头很耗费时间和精力 但是阿萨曼德拉表示 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第三名 腿最长的人 社会的不断发展 很多人在选择结婚对象时 身高也被列为了重点之一 部分女性更是做梦都想拥有一双大长腿 那大家知道世界上腿最长的人是谁吗 据说她的腿长超过了两米 也许很多人觉得这是节目效果 但在国外的一个综艺节目上 一位男子的出现打破了我们的认知 这位男子的腿长得非常夸张 男子的上半身与我们普通人相差无几 然而他的一双腿就像踩了高桥一样 部分人认为这是假的 但当现场的观众亲自查看并检查后 我们才知道原来真的是男子自己的腿 大部分人上半身和下半身都维持在三起比例 甚至无无比例 而这位男子显然是一无比例 既然她拥有让人十分羡慕的大长腿 但生活上有很多困扰 穿的裤子是特别定制的 腿也无法站立起来 她最大的梦想就是可以站起来走走 任何事情太过就变成了灾难 第二名 屁股最大的女人 Mikawa Finale 来自美国洛杉矶的迈克尔斯·鲁菲内利 是世界上屁股最大的女人 臀位约2.4米 这家伙那是相当的大 她每天需要开车上班 但汽车的座椅无法让她坐得舒服 由于屁股太大 所以不能去驾驶手动挡的汽车 因为无法挂挡 她将座椅放倒之后 也无法容纳她的屁股 坐在汽车里非常的尴尬 她身高大约1.6米 体重约380斤 为了保持自己这个丰满身材 她每天要消耗掉3000卡路里的食物 她在年轻的时候 屁股并没有这么大 也不是很夸张 主要是在结婚之后 家庭生活非常滋润 并且吃的东西也很有营养 慢慢的身体走行 生育四个孩子后 也让她的身材发胖 渐渐的她的臀部越来越大 不过她老公也表示 很喜欢她现在的样子 既性感又美丽 曾经也有好奇网友提问 如果不小心被她一屁股坐下去 是什么体验 老汪想说的是 这个只能问问她老公了 第一名 丁丁最长的人 网上爆红一位来自肯尼亚的黑人小伙 拥有世界上最长的丁丁 小伙叫弗伦斯 今年20岁 小伙看起来与常人无异 但是她的丁丁长达一米 这给她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 她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奔跑 即使是走路都很困难 她每天都要把丁丁卷起 再固定在腿上继续行走 弗伦斯承她每天都被这个大东西所困扰 并没有享受到快乐 她现在迫切地想要做手术 把一切恢复正常 但医生称如果手术的话 只能将整个切除 对此她很是困扰 决心 弗伦斯的不是从小就这么大的 在她十岁的时候 偶然的一次被蚊虫叮咬了一下 从此这个大东西就开始猛涨 当时也去看过医生 但医生只得用了点消炎药物 并没有起到根治的作用 没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猛涨 直到现在 她的长达一米 重达五公斤 好在国外有位著名的外科医生 经过五个小时手术 成功取出了多余的组织 还她一个全功能的下体 在这里 老王就想替某位朋友问问 她是被什么蚊虫叮咬的 不知道以上这十种特殊的人 你比较喜欢哪种 欢迎评论告诉我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老王频道 老王将带你了解 更多充满未知的神奇事件 再次 降下